天父感谢你 与耶稣你的儿子联合 在你的儿子里面蒙受 唯独儿才能够蒙受的慈爱 感谢你 赞美你 感谢你把复活的权柄 让我们仰望复活的那一天 并且在这世上靠着盼望过生活 也感谢你把你的圣灵结合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荣光有份 并且能够参与上帝的事工 感谢你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 求你一切时间 以你的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你 并且让你的幸福和喜乐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哈利路亚 愿上帝的幸福和喜乐 充满大家的心灵 请祝福弟兄姊妹们 爱上帝的幸福会 负责到底的牧者 让我们一起说两遍 负责到底的牧者 负责道理的牧者 负责道理的牧者是谁 耶稣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负责我们道理的牧者 我们一起看撒末尔上 第17章12节到54节 撒末尔纪上17章 从12节到54节 让我们一起读 一位母亲 大卫是犹大国立宫的 已法上人 耶稣的儿子 耶稣有法的儿子 当扫罗的时候 耶稣已经老迈 耶稣的三个大儿子 根据扫罗书中 这书中的三个儿子 长子名叫弥甲 四子名叫亚迪纳达 三子名叫沙玛 大卫是希晓的 那三个大儿子 跟随扫罗 大卫有时离开扫罗 回国立宫 放他父亲的羊 那非力士人早晚都出来站起来 如此是十日 一日 耶稣对他儿子大卫说 你拿一日 以法 红额和水线和石碑 瓶数字的送到瓶里去 将给你哥哥们 再拿着十块奶瓶 送给他们的千夫长 且为问哥哥们好 让他们要提供信来 找我与大卫的三个哥哥 和以色列众人 在尼拉股与非力士山大战 大卫早晨起来 将业交多一个看守的人 照着他父亲所封住的话 带着食物去了 到了资重营 军兵刚出道战场 那要战 以色列众和水线人 都摆列队伍 彼此相对 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 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上 跑到战场 问他哥哥们安 与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挑战的就是 主家哥哥的水线人 葛丽亚从黑石碑中出来 所从前所说的话 大卫都听见了 以色列众人看见大人就跑跑 极其害怕 以色列鼻子说 这三人人看见了吗 他上次只要向以色列骂神 若有能杀他的 王毕赏赐他大财 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 并在以色列人中 并在以色列人中 并把那里拉扯赐他大财 大卫困在旁边的人说 有人杀过一个水线人 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 怎样害他呢 这位受隔离的费力事人是谁呢 竟敢向有声神的军队骂他呢 百姓造成人的话回答说 有人能杀到费力事人 必如此如此在他 大卫的教宗一句讲 听见大卫跟他说话的时候 就向他把诺说 你下来做什么呢 在旁边的那里是羊 你将说谁了呢 我知道你的接触 和你细腻的各地 你下来特别要 无患争争争争 大卫说 我说了什么呢 我来其实有缘故吗 大卫就离开他 从向别人 造先前的话问 百姓生造先前的话 回应答 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 就告诉了扫和 扫和便拿过人叫他来 大卫对扫和说 人都不必因那费力事人反劝 你的仆人要去那费力事人战斗 扫和对扫和说 你能够去那费力事人战斗 因为你能提起爱心 他自幼主作战士 大卫对扫和说 你无人被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 有时来了熊 从群中接近 向羊高去 我就追赶他 击赶他 将羊高从他扫和救出来 他竟然要害我 我就经照他的鼓子 将他打死 你不仁从他死 十字和熊 这未受合理的非力事人 向羊高的神 进队大臣 也必向十字和熊 一旦 大卫就说 耶和华救过国力事人 和熊 也必及国力者 非力事人 扫手 扫和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比利同赛 扫和就把自己的战衣 给大卫穿上 将同归给他戴上 又给他穿上 把大卫把老化在战口上 世事能走不能走 因为树兰没有床冠 就对上他说 我穿在这些 不能走 因为树兰没有床冠 于是 灾脱了 发手的拿杖 留在西中 挑下了五百光华十四 放在 就是 母人奶奶的忙里 手拿到 摔石头的鸡犬 就去跟那 那非力事人 非力事人也渐渐地 迎到大卫来 拿盾牌的走在前面 非力事人 怎么看 见了大卫 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 容貌到俊美 非力事人对大卫说 你拿着到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 非力事人就知道自己的神 咒骂大卫 非力事人就对大卫说了 来啊 我们将你的肉肉 空中的飞鸟 天爷的走上时 大卫对的语人说 说 你来经济我 是靠着刀枪和独木战战 我来估计你 是靠着刀枪和独木战战的名 就是你所 满满满 你是独木战战的神 即使独木战战 必将你交到在佛所里 我必杀你 斩你的头 又将非力事人 灭的诗诗 给独木战的阳 底下的诗诗 使徒天下人 忠诚到大 以色列中有神 又是靠中人知道英和华 使人得胜 不是怒口流入乡 因为征战的分败 全在乎英和华 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里手里 费力事人起身 迎着大卫前来 大卫急忙迎着费力事人 往战场上去 大卫用手 从囊中 操入了战士自来 用鸡旋甩去 打住非力事人的锅 死去进入锅内 他就哭到 面虎与地 这样大卫用鸡旋甩去 胜伸了那非力事人 打死了 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大卫跑去 站在非力事人的床 将他的刀从窍中拔出来 杀死他 喊了大卫的头 非力事人 正看了他们的 挑战的事实 死了就逗逃了 以色列美国大人 便起身杀 追赶非力事人 直到 以色列美国大人 被杀了 被杀了 到赫尔山的 在沙特殿上 直到 这四列人 追赶非力事人 容不来 救不了他们的 人 桃必将那非力事人的头 拿在双顶上 却将他 打成装 放在自己的战航 面底 丧 祝他们 这 兴奉 成 很痛快吧 我们一直都在看亚伯拉罕的福 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 如果成就 这福都成就在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因为我们已经兵受了圣灵 所以我们能够大胆地说 我有亚伯拉罕的福 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话语 可以用三个重要的概念来总结 第一 我要给你什么 后裔 我又要给你什么 加拿地 我还要做什么呢 还要做你们的神 这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内容 那这一切都是 虽然是有几个项目 但是呢都是往一个方向走 这个约只有一个 但是应许呢 有这几样 让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第十七章八节 创世纪第十七章八节 一起读 我要将你现在继续的地 就是加拿人全地 是因为您和您的后裔 永远每天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就这样应许给他们 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 还有加拿地 然后呢最后 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做他们的神 这才是重要的 做他们的神的条件是什么 大前提是什么 记得吗 做你们的神的大前提就是 于 怎么样 我要做你们的神 要想成为你们的神 首先要怎么样 与你们 同在 我要与你们同在 做你们的神 所以上帝的应许就是 要想成为我们的神 然后 为止 我要与你们同在 以满灵命 今天我们领受了圣灵 上帝与我们同在 做我们的神 那么做 你的神 这话的意思 又是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正在复习 做你们的神 那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叫神 王 做你们的王 谢谢你 如果你没有灰胆的话 我会 灰心的 我要做你们的王 我要做你们的神 这话的意思是 我要做你们的王 因为 圣经上 有几次这么说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 子民 我的百姓 如果说 你们是我的 儿子 那我是 你们的父亲 你们是我的 妻子的话 我是你的 丈夫 如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百姓 子民的话 我是你的 王 那么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周围神 说 我是你的神 你们是 我的百姓 我的子民 可见 这个神 就是 最接近 这意思的概念 就是 王 让我们看一下 历位记 第26章 12节 历位记 第26章 12节 历位记 我要在你们中间 寻找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看 以西铁书第37章 那首先看耶利米书吧 耶利米书31章 耶利米书31章 33节 预列预期 以后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你的人家 所与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再看看 以西节 后边 以西节书 第37章 以西节书 第37章 23节 23节 以西节书 第37章 23节 一流 提升 并且不再提偶像 和可疯的物 并一切的罪过 并不自已 我却要求他们 属于一切的故处 就是他们 弹罪的地方 我要决定他们 如此 他们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还有下面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预备引起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就这样我们能够清楚知道 我是你们的神 这话的意思是 我是你们的王 耶稣是我们的神 对吧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话的意思 就是耶稣就是神 我们常说上帝这个词汇 但是上帝这个词汇是基督徒采用的 其实原来圣经里面 没有上帝这个词 原文里面没有 都是神 但是为了让人更容易明白 所以呢 把这个神翻译成上帝 或者是上主 但是原文里面都是神 如果这样翻译成神的话 其实为了了解上帝的意图 更容易一些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又把上帝叫做神 按照原文就叫做神 神 神与我们同在 对吧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这话的意思是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耶稣是天上的神 天父 并不是天上的神 不叫天上的神 当然天父呢 无所不在 哪里都存在 不止 不止是在天上存在 是吧 地上也存在 还有地域里也存在 上帝的荣光是充满在 所有被障见 没有比上帝还大的存在 而 我们的主耶稣 是 来到这世上 会接到天上去 所以呢 现在在天上的神 是谁 耶稣 耶稣 耶稣就是天上的神 大家一起说一下 上边预备 也请 耶稣就是天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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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现在我们寻求神 不是寻求 除了耶稣以外 其他的看不见的存在 而是寻求耶稣 耶稣就是天上的神 我们的神就是耶稣 换句话说 耶稣就是我们的王 耶稣就是我们的王 我们的上帝的计划 就是让耶稣成为万王之王 至上有很多的王 但支配着所有的王的王 所有的王 至上的王 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王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王 那么王又是谁呢 什么叫王呢 你们喜欢不喜欢王 在这民族主义社会里 人们可能不太喜欢王 是不是啊 不太喜欢王 因为这世上的王 给我们带来了 很不好的印象 甚至在中国 很多的典故里面出现的王 常常是非常的可怕 是吧 还有呢 脾气 有的时候脾气非常的糟糕 罗马的什么尼路王 脾气非常糟糕 嘴边杀人 所以我们意识当中的王 就是这个 但是呢 从更多之前 在上帝的计划中的王 不是这样的 上帝计划中的王 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看到的王 相差甚远 那么跟上帝所想的王 最接近的是谁呢 上帝必须 必须找这样的一个榜样 然后让人看到 这个榜样 这就是大卫 上帝认为这大卫就是 和我心意的人 大卫之前人们选立的王是谁 少罗 这是人们认为 这个人最合适 但是上帝认为 这个小伙子最合适 年纪也小 而且他被上帝选中的时候呢 有没有做王 没有做过王 但是上帝已经看到了 他所作所为 充分可以代表上帝 计划中的王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三文上 三文上 十三章十四节 撒摩尔上 十三章十四节 从十三十四节 这边有句 撒摩尔被扫和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承受 因为王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 因为王 必在你的嘴中 建立你的王位 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 并不长久 因为王 已经承受 你和他心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承受 因为王 所吩咐你的 耶和华已经寻着 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在这里不说 那个人是谁 然后来呢 《诗图行传》 第十三章 二十二节 让我们看一下 《诗图行传》 《诗图行传》 要遵循我的旨意》 上帝认为 大卫最值得 代表将要来的 耶稣基督 作为王来的耶稣基督 到底他做了什么 所以上帝认为 他最优秀 他最合适呢 他平常做的事情是什么 牧养 他是牧者 因为他是年轻人 青年人 所以呢 也叫做牧童 牧者 这就是他平时做的事情 那么他做牧者的时候 虽然当时有很多的牧者 但是那为什么 他引起了上帝的关心呢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这一点 他自己说明 让我们看一下 三卫尔上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 三卫尔上十七章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预期 大卫对小罗说 你不忍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 有时来了熊 从群中拳一只羊羔去 我就去看他 接着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 他 他有我 我就揪着他的骨子 将他打死 你不忍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位是所有的兵器人 像是有宗神的净体 那是也必像狮子和熊羔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平时怎么做的 他就是拼命地去救父亲 交给自己的养 为此他不怕狮子 也不怕熊 非常的勇敢 不怕死 负责道地 而且羊已经被狮子咬走了 那一般情况下都会死心了 让他走吧 因为已经死了嘛 但是呢 这个让人不容易理解的是什么呢 他还去追赶 为什么呢 为了救活他们 如果是为了救活的话 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是他呢 连吃了一半的这个羊 他的心呢 也要把它 救出来 为什么呢 这是谁的 父亲的 要交给谁 父亲 即使是死的羊 也要交给父亲 他这样的行为中 能够意识到这个三个存在 第一 最重要的存在就是父亲 第二 也可以意识到 来熊和狮子 这就是仇敌 这就是伤害父亲的羊的仇敌 第三 就是羊群 他就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救那些羊群 这三样 而这三样呢 正和 这个当时 他为了 把一些吃的东西 送给哥哥们 去战场的时候 经历到的情况 一模一样 在那里 他看到的 他心中的 最重要的是谁呢 就是耶和华 以色列百姓的神 就是他的上帝 他的神 他非常的爱自己 神的名 他不敢 袖手旁观的 仅仅听 那个没受割离的人 诡谤 耶和华明的 这个 诡谤话 他非常的愤怒 为了神 发热情 第二 他 心目中 很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 非力士人 哥利亚 因为这个人 正在 骂上帝 骂上帝的 百姓 所以呢 他把哥利亚当作 出击 像 他杀死了狮子和熊一样 他想杀死这个哥利亚 在那个时候呢 哥利亚的 哥利亚是 所有的以色列 士兵 以色列的将军 都害怕 不敢 对付他 但是 这个大卫呢 这个小孩子 劝 想要杀死这个哥利亚 不同一般 因为他考虑的是什么呢 第一考虑的 不是 仇敌多么强 而是 他眼中 最大的就是 父亲的 上帝的名誉 上帝的自尊心 然后呢 第三 他想拯救 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脱离 非利士人的手 所以呢 这一点 他在 放羊的时候 显明出来的 他的特点 在 非利士人的 这样的毁谤中 彻底显明出来 这一点 好像是将要来的 耶稣基督 要做的事情 一模一样 我们的上帝 看到了 他就是 我要派遣的耶稣基督 将要做的事情 耶稣基督 来到这世上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谁 耶稣基督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谁 上帝 父上帝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 父叫他做的事 没有一样 他自己说的 没有一样 他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按照 父的命令去做 还有 对耶稣来说 最重要的 一个人 就是 魔鬼 魔鬼 因为魔鬼是谁呢 无辱上帝名的存在 抵挡上帝的存在 所以 我们的主耶稣 把魔鬼当作仇敌 所以魔鬼的 原来的称号 就是撒旦 撒旦就是仇敌的意思 仇敌 还有 对耶稣来说 最重要的 第三个对象 就是 人类 人类 因为这些人类 是谁给自己的 父交给自己的 这一点上 跟他在 野地里放样的时候 发生的情况 一模一样 让我们看一下 菲利比书第二章 菲利比书第二章 他在 因书基督在 父亲面前 怎么做 菲利比书第二章 五节 到八节 瑞宁节 你们他以基督约克宣誓行 他很有神的心相 故以自己与神同道合相合的 反道虚极 许和福的心相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归为 除心顺乎 以至于此 且是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服从天父的旨意 他甚至把自己的命都豁出来 这点像跟当时的大魏一样 为了天父的旨意 第二 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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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此诸如此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耶稣基督来 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为此呢 他进入到魔鬼的洞里面 为了抓老虎 就进入到老虎的洞里面 就是进入到了魔鬼的诠释下 被杀害了 然后我们的上帝 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他是无罪的 上帝亲自证明 他是唯一的义人 因此 把耶稣定为 无义的魔鬼 自动被定罪了 除灭魔鬼的作为 还有耶稣所作所为 第三 针对人类的 让我们看一下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 一起读 因为我从天上线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后来的意思行 猜过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们 叫我一个人不死了 在我们去叫他活 因为我 因为我 父的意思是 叫一切 见死而死的人 得永生 并且在那日 我要叫他活 我们的主耶稣 不愿意失落 任何一个 父给他的 到了时候呢 凡是父给他的 都要叫他们 从死里复复 这就是主耶稣的缘 阿里路亚 你是不是属于耶稣呢 是 你是不是担心 他怕他辣了 你怎么办 不担心 因为他的 他就是 获出性命的 就是成就 父的旨意 父的旨意就是 理由也不失落 到了时候呢 叫一切见子 而现在都得 阿里路亚 阿们 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 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好像是 大卫在 放羊的时候 做了这样的事情 一样 所以大卫呢 就成为了 像要来的 耶稣基督的 一种 预表 所以 我是 你的 王 这话的意思 判决说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什么 牧者 所以我们 诗篇 第二十三篇 每个礼拜 线上礼拜的时候 都念 就是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在那里呢 我们 把耶和华 这个名字 换成 耶稣 就更 贴切的 能够感受到 耶稣是我的牧者 我并不知灭亡 他 引导我们 走易路 使我们到 可以安歇的地方 哈利利亚 阿们 耶稣 做这样的事情 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 事情就是 首先 要 处灭魔鬼 就好像 大卫 杀害 格利亚一样 大卫 和格利亚 没法相比 格利亚是勇士 从小就学 学 战斗 而 大卫是 放羊的 孩子 年 红的 小孩子 但是呢 他 上过了格利亚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出来 是靠什么 上帝的名 还有 哥利亚 依靠的是什么 刀墙 但是 大卫 依靠的是 上帝的名 所以他不怕 什么 这世界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威胁我们 想要杀害我们 所以呢 人们常常躲避 常常逃跑 作为主的 仆人 也是 看到了这样的 可怕的情景 就逃跑 或者是 避免 争战 但是 大卫 为什么 和他 和上帝的心意呢 因为他 首先考虑的 不是 对方 多么强 对方 有多么 大的势力 而是 他首先 考虑的 就是上帝的 名 上帝名的 自尊心 上帝的荣光 为了上帝的 名 他不可能 看到这个 哥利亚毁谤 上帝的名 而 见识不救的 态度 而是 他 出来 攻击 上帝名的 仇敌 然后呢 拯救了 一罪百姓 这时候 他 他 斩了 哥利亚的头 是用谁的 刀 哥利亚的刀 用哥利亚自己的刀 再这么 漂亮的 或者是 仙境的 还有呢 再这么强的 那样的势力 方法 也没用 反而这些方法 伤害的就是 魔鬼自己 是吧 所以呢 这世界 总是想要 攻击教会 我们有 亚伯拉罕的福 教会就是 拥有 亚伯拉罕之福的 存在 所以上帝 应该说什么呢 谁 诅咒 你 那 结果会怎样 上帝 谁诅咒 谁诅咒 你的话 谁诅咒 要不然的福的话 那么上帝 亲自 诅咒 他 所以呢 他的攻击 反而会到自己的头上 所以呢 好像这个过程当中呢 基督徒好像很危险 似的感觉 但是呢 回头看 事情结束以后 回头看 魔鬼自作自并 挖坑 给别人挖坑 自己掉进去 很好 给别人挖坑 然后呢 自己掉进去 自己掉进去 给别人挖坑 自己掉进去 我要背双 给别人挖坑 自己掉进去 这就是魔鬼做的事 就好像是 他们做的事一样 他们就想要 除灭以色列百姓 还有呢 摩迪拜 他想要杀害摩迪拜 所以呢 他树立了木头嘛 最后被挂在 这个木头上的 就是自己 同样 魔鬼 树立了十七家 为的是杀害耶稣 但现在 我们看十七家的时候 看到的是 耶稣啊 还是魔鬼啊 好 现在 你们认为十七家上的是谁啊 魔鬼 而不是耶稣 耶稣在哪里 耶稣已经在宝座上 所以呢 在我的眼里 耶稣不在十七家上 而在天上宝座上 那 十七家上的是什么呢 罪 罪 人的罪 是吧 人的罪 在那受诅咒 而罪的根源是谁啊 魔鬼 所以呢 在我眼里 看到的 竟是魔鬼 受诅咒的是魔鬼 灭亡的是魔鬼 而不是耶稣 所以呢 现在 韩国也好 我们教会也好 我们教会面临特殊情况 韩国教会最近十年经历着很相似的情况 现在还有一些大型教会 有很多的不少的 几乎所有的大型教会都受了这相似的非常类似的苦难 攻击 但这一切的攻击 虽然我们经历苦难 但是最后受诅咒的是谁 魔鬼 魔鬼自己 还有了攻击教会的那些人 虽然现在好像是他们占优势 但每过几年 我们肯定会发现 他们都不见了 我也是在事故当中常常经历到这一点 可能跟我一起做共的人都知道 那些无辜的攻击的那些人 无辜攻击什么呢 话语的普遍化 那些人都不见了 他们这么极其的想要干掉 干掉这个事工 当然要干掉李吉仔 不是在社会上 而在教会里 那些人都不见了 我也没有杀掉他 我就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一直往前走 他们一直攻击 而且不是一两个人 群体 组织 连那个组织都没有了 基督教比达教会联合 现在已经减散了 没有了 他们去年呢 更露骨的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就是把基督牧师开除了 这不是突然出现的事 到了时候 连基督牧师都开除了 前几年呢 对于 真正搞比达教运动的 他们是怎么对的 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而已 但是那都 他们自己解散了 个人呢 不见了 所以 上帝的 上帝所赐福的 拥有亚伯拉罕之福的人呢 非常大胆 因为你攻击我 上帝亲自攻击你 还有呢 如果有人帮助我的话 如果有人祝福我的话 结果呢 上帝会赐福给他 所以呢 当场好像是你在吸收 但是呢 实际上并不是牺牲 而是你正在蒙福 好像你为了教会 付出很多很多 但是呢 过几年发现 哎呀 你在各个方面 非常的富足 是不是这样 就是 我也经历 我们同工们都经历 还有我看到的 很多的基督徒都在经历 我们国内的同工们都经历 我也看到同工们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真的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真正的追求 真正的祝福 教会的那些人 真正的祝福 要不然是福的人 上帝亲自赐福给他们 所以我们不怕什么 哈利路亚 阿们 既然现在 中国的教会面临 很多的困难 但是这也是 上帝给我们的 很好的机会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不断成长 也解禁自己 正如我们生活的教会 通过这样的试炼 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进化 更加的纯洁一样 国内的BDR教会 过去十几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太自由了 所以呢 逐渐逐渐 不像以前那样纯粹 教会里面出现 基督纷争 世俗化 但是呢 当遇到这样的 困难的时候呢 再一次醒过来了 更加的纯洁 更加的追求 以前那样的环境 其实我刚 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呢 我站在这样的讲台上 就非常的 心情呢 不同一般 为什么呢 在国内环境 我知道多么的恶劣 聚会 人聚在一起 唱赞美食都不容易 还有呢 那么宅的地方 那么多的人聚在一起 肯定是条件非常不好 甚至我有的时候呢 我站在这儿 还有参加的人 都站在我旁边 我站在这儿 他们就站在这儿 这样围着 围着我听到 大家都站着 没法坐着 就好像是春节的火车上一样 你想一想 冬天 冬天 这么多的人 几百个人 站在一个小屋里面 会怎样 非常的热 要开门的话 会怎样 我 那么冷的风 吹过来 不是一般的风 零下二十重 又开不了 又关不了 一会儿开 一会儿关 一会儿开 一会儿开 如果关长时间的 十分钟以上的话 会怎样 缺氧 缺氧 大家都在大腿 站着大腿 为什么 没有氧气 所以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还是 那么积极的 搞聚会 听上帝的话语 所以呢 好像听到 不怎么多 但是呢 一按手 那么多的顶人 得一致 唱赞美时 没有什么乐情 只有这个乐情 在有的地方呢 连这个也不能大声地陪着 耶稣是圣 你的儿子 耶稣是圣 但是越来越大 步骤步骤越来越大 所以中间 大家小声一点 耶稣是圣 多么的麻烦 但是来到这里 发现 哇 那么广阔地方 做礼拜的时候 前边 第一排坐一个 第二排没人坐 第三排坐两个 第四排坐一个 就这样 多么的浪费 人心也不集中在一起 甚至有的人躺着 听到的时候还躺着 人的数据太差了 听到的时候还躺着 在上的家会里 多么不像样 还有呢 讲什么 没有什么反应 我以前在一个地方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 要再来接你们 这时候呢 大家太高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这样 哈哈大笑 就隔一支 哈哈大笑 就隔一支 因为话一直到他里面 但是呢 在这里 我刚从中国回来 讲到 耶稣要 我以为差不多 但因为我在韩国 没有讲不到嘛 去中国以后再开学 耶稣要再来 接我们到天父那里去 哈哈哈哈 一而接他都没有 哇 太厉害 所以呢 真的没意思 讲到 真没意思 哇 怎么会这样 相差太大了 嗯 因为人们接触的文化 太多彩 还有呢 人们非常的习惯 隐藏自己 不容易轻易的 把自己的内心表露出来 揭露出来 心里笑 笑也是心里笑 批评也是心里批评 真的看不出来 后来发现 我自己也是这样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韩文的 文化特典 反正 这样的不好的 这样的习惯中 人们更加的火热 但是呢 现在 最近十几年 最近 大概二十年 出越来越自由了 所以呢 最近 我们比利亚教会的 很多的牧者呢 最近几年开始考牧会嘛 他们以前根本没有 有些人根本没有 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嗯 早期 过信仰收获的那些 牧者们知道 家庭教会的牧者们知道 但是呢 最近开始了也不少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 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认为 中国的信仰 是 环境是非常自由的 他们认为 余生俱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 哎呀 那样做的话 不行 他们说 没事没事 我们这里没事 没事什么没事 有事 他们会管你 如果做的太什么 经历那么大的礼拜堂的话 肯定会引起 政府的关注啊 没事没事 我们这里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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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出现有事 是 所以呢 我们早就说过 在中国这样的国庆下呢 不要把事工的焦点放在建筑 而是放在培养门徒 穿回培养门徒 更好 更好 而现在我们韩国也是 以建筑礼拜堂 为中心搞的墓会 这么长时间搞墓会 现在 达到了一个定峰 我们正在面临局限嘛 所以呢 现在 只要我们能够 进行总会的话 我们要想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要把这个 礼拜堂卖掉 要不然我们没法维持 教会的经济会破产 所以呢 要趕快把这个 几个礼拜堂 或者建筑要卖掉 还有呢 这一点 早经送前建筑呢 早就失破了 所以呢 今后的时间 不能带你这么多的礼拜堂 一个企业 大企业也是这样 有那么多的工厂 那么多的什么 没有利益的那些的部门 都要整理好 如果不马上整理好的话 那整个公司就会跨下来 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 人在这个地方再这么多了 人口越来越少 韩国的人口越来越少 所以呢 每一个教会 再这么努力 每一个教会 基本上按照平均的话 没过多长时间 那教会的人口 在二十年之前 教会的人口 信徒的人口 要减到四分之一 还是五分之一 因为整个人口 就这样的下降 所以呢 我们要预备 这样的新时代 所以呢 正好 我们要再次重视培养门徒 再重视把这话语传给 全世界万民 因为至今的时代呢 我们为了让教会成长 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成长 教会增长这一点上 但是呢 从此以后 我们要恢复教会的本质 就是把这话语 传给世上万民 就是作为 拥有亚伯拉罕之福的教会 要做我们的本质 所以世上万民 必因我们得福 因为我们是福分的根源 我们再次说 我是福分的根源 三遍 我是福分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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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耶稣就是神 那这话就是耶稣就是王 那么这话就是耶稣就是牧者 而我们是耶稣基督联合了 所以我们就是神 是不是这样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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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的话 是不能备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称为神 我们承受神道 就称为神 耶稣就是神 我们也称为了神 人 耶稣就是王 我们也称为王 让我们看一下 七十路二十章四节 七十路二十章四节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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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使用的 语品 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为了给耶稣基督职 并被神智道 被宅着的 人魂魂 可但没有拜佛 受苦受相 也没有在 预备 和手上 受伏 他 一致志的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 奏王 一千年 再看二十二章五节 二十二章 在哪儿 最后二十二章五节 不在有黑暗 因为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同意习徒 每一切 不在有黑暗 他们也拥有尊王 为光 因为神 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只要永永远远远远 那我们 也就是王 我们有君尊的祭司 像王一样的尊贵的祭司 那么我们就是牧者 耶稣是牧者 我们也就成为牧者 所以真正爱主耶稣的话 你爱耶稣吗 你爱耶稣吗 那耶稣托付你的是什么 你要牧羊 你要牧羊 我的羊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你要牧羊 我的羊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有 主教给我们的羊 所以我们要做牧者 不只是牧师才做牧者 而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主教给你的羊 更何况是一个教会的牧者呢 教会里的监督 就是为了 让这些羊 好好的带领 带到什么地方 亲手地上 不只是暂时好好的带领他们 而是直到 永远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一个也不能失落 所以我们要为此负责到底 还有一个教会里的牧羊师 我们教会有牧羊师 谁叫牧羊师呢 每一个爱主耶稣的人就是牧羊师 你爱我吗 那么你要牧羊我的羊 接受这命令的每一个人都是牧羊师 你就是 你是不是牧羊师 是 我没有被任命啊 这是人为的任命 但 属灵上 你有没有接受这个话语 你是不是真的爱主耶稣 爱不爱耶稣 爱不爱 那你是不是牧羊师 是 我们有这个责任 哪怕是一个灵魂也好 如果别人有十个灵魂 你有一个灵魂 要不要羡慕他 你不用羡慕他 你担当这一个灵魂就好了 如果你好好担当的话 就还会给你另外一个羊 你担当两个 别人担当二十个 你不要比较 你是不是要把这两个灵魂 交给二十个的人 已经有二十个的牧羊师 因为他做得更好 是不是要给他 那这样 如果有这样的牧羊师的话 主会不会喜欢 你们认为会不会喜欢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哎呀 我作为牧者 我没有能力 所以呢 我把我们教会的灵魂 交给这个优秀的牧者那里吧 可不可以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人不算为母亲 我们主耶稣的要求就是 你要成为母亲 我家有三个孩子 我家非常贫穷 我孩子没法上大学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我的孩子呢 肯定是没法上大学 所以我早就把这个孩子 交给他们 可不可以啊 没想到 中国常有这样的事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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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常有这样的事 韩国也是这样 很可惜 现在 最近 我收获一封信 自己家里很贫穷 可不可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 我送给别人的时候呢 我想 在BDR院里面 BDR教会里找 领养的父母 你给我找找 让我找 可以领养孩子的父母 BDR院里面 我没有帮 我没有替他说话 我不做这样的事 你即使再怎么穷 你要拼命地担当这个人 如果你连你自己的孩子 都担当不了的话 怎么能担当其他的灵魂呢 连肉体的孩子都担当不了的话 灵魂怎么能担当啊 一辈子上帝不会使用你的 多么可怜 所以呢 你拼命地担当这个孩子 但是呢 这些人想要把这个孩子 交给别的富裕的家庭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家庭会更好好的养一着孩子的 这是妈妈吗 如果是真正的妈妈的话 不可能这样 不可能这样 即使妈妈再怎么没上过学 不会这样 再怎么贫穷 还是想要跟他在一起 作为妈妈的会怎样 如果这个孩子 到其他国家 美国的人家庭去的话 他们会过得更幸福 是不是这样 也许会过得更幸福 但是长大了以后 他成为了什么很优秀的人 但是那些人为什么偏偏想要回国 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他们告白自己的 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痛苦的时候呢 都是流泪 告白妈妈你为什么离弃了我 因为妈妈都离弃了我 所以呢 他们对于世界没有任何的信任感 因为我是这样的存在 连妈妈都离弃了存在 谁能爱我呢 他们一辈子经历不了任何的爱 因为得不到妈妈的爱 对妈妈对孩子来说 需要的不是别的妈妈的爱 别的妈妈的照顾 别的妈妈的钱 而是亲生妈妈的爱 哪怕是再怎么不像样的东西 妈妈给的才是让孩子真正的幸福 你要上帝如果交给你的话 你怎么能把这个人交给别人管理 再怎么饿死也是 你要喂养这个养 但现在大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还不足 我知识不够 所以呢 把这个灵魂交给别的妈妈那里养育 能正常的成长吗 大家听起来多么的不像话 但是呢 怎么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样的妈妈呢 就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够 或者自己没有能力 所以担当不了 那想一想 妈妈 因为知识少 所以担当不了孩子呢 那你的孩子 你的儿子的知识还不如你呢 妈妈呢 也许你只是上了初中 或者是没上过初中 但是呢 每个妈妈都希望这个孩子上大学 研究生 博士生 毕业后成为什么大学教授 这个时候呢 你在孩子面前感到 那个吗 那个 夜灯感 叫什么呢 自卑感吗 自卑感吗 看着这个孩子就 自卑感吗 丢脸吗 如果你在孩子面前感到丢脸的话 你不是妈妈 肯定不是妈妈 所以呢 总是想要压住她 如果孩子出现了能力 手按病人 病人马上马上好 我没有这样 这个时候呢 心里吃醋 将要把她赶走 或者压住她 不让她在这里教会你做事 这个人肯定不是妈妈 所以 金东牧师为什么上帝这么大大的使用 因为他 从来不会吃醋 他看到别人 自己的门徒 出现能力的话 你们认为他是吃醋还是高兴 高兴 大家都一口同声的说 高兴 是吧 这样的牧者 不容易 预见 不容易预见 出现有能力的牧者 就压住 逼迫 说他 还有呢 我们宣教 专卖店宣教方式 韩国的一位宣教士 到一个国家去带领 然后呢 当地 本地人出现了一个优秀的人 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宣教士 一直来得到 这个首尔松的教育的供应 还有呢 很多人的关注 就不想失去这个 担心这个关心就 临到那个人身上 或者是另外一个宣教身上 就开始斗争 就回来一口呢 说一大堆的坏话 那个人怎么样 这样的事情 因为 我们做工的时候呢 任何的钱都不给 这个时候呢 才没有了 以前 这样的 支持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 这样的事情 连连不断发生 如果是真正的 母亲的话 怎么会这样呢 出现比自己 更有能力的 更有前途的人 肯定会 让他 更加的发展 所以呢 我们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出现能力 就是我们的牧者 鼓励我们的 你要有能力 你要幸福能力 我们只担心 那个人担当不了 这样 我们的基督牧师 这个高举他的时候 高举那些人的时候呢 我们也发现 其中不少的人 担当不了 便知了 变得骄傲 然后呢 就开始批评 基督牧师 基督牧师 养育你 然后呢 高举你 让你成为牧师 但成为牧师之后呢 马上改变 就开始批评 基督牧师 那他这个不对 那么不对 然后离开 离开我们教会以后呢 牧会应该这样做 然后就开始做牧会 过了十年 还是十个人 如果那么有能力的话 为什么没有啊 你认为有了知识 头脑聪明 就能搞牧会吗 你没有成为牧师 所以做不了 所以我们不管 自己有能力 或者没有能力 有知识 没有知识 只要上帝交给你的 就要认为 这是如果灵魂来了 灵魂来到你的身边 这是谁给的 父上帝给的 如果父不给你的话 这个灵魂不会到你这里来 所以哪怕是一个灵魂 你要好好地担当 不要羡慕别人教会 哇一百个人两百个人 不要羡慕 哪怕是一个灵魂 好好地担当的话 在小的事上 忠心的话 在大的事上 我们主也会把 更大的事情交给你管理 这就是主的原则 而逐渐逐渐躲起来 所以我们要成为牧群 如果面对什么问题 牧会中面对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哇 我很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困难怎么解决呀 这个病人怎么解决呀 这时候就要依靠谁 依靠人还是依靠神 依靠耶稣 考虑说依靠耶稣 但是呢 就找谁呢 更有能力的人 自己教会的灵魂 如果有病 自己是牧者 那应该怎么做 自己应该为这个孩子哭 为这个灵魂哭 自己没有哭过 就找别的牧者来帮忙 这怎么可能 我以前去南通那个地方 因为我在前一站 抑换了一个瞎子 所以呢 那里的一个尊贵的妇女们 请我到自己的地方去 那里发现三支教会 三支教会的传道人 邀请我 然后呢 我以为那是去教会教导 但是那他呢 因为看到了我 医好了瞎子 所以呢 就把我当作 医治病人的工具 就把我带到病人家里 一个一个探访了 所以呢 我就是怪怪的 就是跟着他们走 所以呢 给病人祷告 扶他醒来 给病人祷告 扶他醒来 那里也把一个 一个人的这个胳膊 打断了 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在那个地方 我一整天这样的抛腿 然后呢 晚上 这是第二顿饭 九点 晚上九点 一整天忙 所以呢 晚上九点 下一天 很冷 然后呢 正在吃饭 太好吃了 太饿了 正在快要吃饭的 那个时候 来了电话 教会里还有人等 真不想去 很想 非常生气 真的 发脾气 心里发脾气 心里发脾气 这个我 我管不了 这是很自然的 关键是什么呢 我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 非弟兄 我们要过去 那我虽然心里生气 但那口里出来的是什么 是 走 马上走了 然后到场以后呢 发现 有一个妇女 坐在办公室里面 教育的办公室里面 有一位 一位奶奶 很瘦 完全是只有骨头 但是呢 这个肚子很大 好像有腹水 所以呢 我问他 旁边有他的 儿子 对呢 你的母亲有 什么病 这个时候呢 他把 这个纸条 给我 上面写的是 八种疾病 什么肝 癌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都有 所以呢 几乎快要死了 你看样子 快要死了的样子 然后呢 让我怎么办 他也没有听到 我刚吃饭的时候过来 而且心里非常地生气 身体又冷又饿 让我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都认为我能够医好所有的病人 多么的负担 这个时候 看着他真的是非常的无奈 怎么办 他一会告诉我说 这不是我的母亲 是我的妻子 原来看起来年纪这么大 我问他 你多大年纪 三十八 但是像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一样 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一样 因为是生病 所以呢 我跪在他的脚前 他坐在那儿 祷告的力气都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信心 反正我跪在他的面前 然后呢 就 怎么祷告呢 上帝啊 我心里面 没有任何 怜悯他的心 真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为他祷告 我真的不 真的无奈 没有任何感情 我都这样 跟我看他们呢 他是这样 非常消极地就在那儿 丈夫呢 就看着我 我怎么办 还有周围 什么 三七家会的传道士啊 什么 那些知识们都围着我 期待 然后怎么办 所以我跪在那儿 就说了 我心里想 如果他是我的亲子的话 我会这样吗 如果他是我的母亲的话 我会这样吗 所以呢 我就 大声喊 不想别的 就大声喊 这是我的母亲 这是我的亲家 大声喊 大声喊的时候 没想到 哭出来了 这不是我的能力 而是圣灵大大喊动 然后呢 哇 哭出来了 就像受圣灵的时候一样 所以呢 我抓着他就哭了一个小时 没祷告就哭 啊 啊 这样哭 我哭的时候 没想到 我闭上眼睛哭嘛 然后呢 旁边就开始 听到哭声 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哭 然后一会儿 就听到 什么 方言的声音 好像很多人 所以呢 祷告一个小时以后呢 嗓子都哑了 没有力气了 这个 肠子都要断 断了 所以呢 进来的时候 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 他们都在 哭喊着祷告 啊 然后结束以后 他们问 他们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哎呀 你弟兄啊 很奇怪呀 到底这是什么呀 我们说出的这到底是什么呀 啊 原来他们是从来没有说过方言 大家都说出来了 没有机会就说出方言来了 啊 然后呢 那个人呢 永远是坐在那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就给他祝福祷告 然后呢 这样离开了 从那以后呢 他们第二天开始 给我做的饭菜 就不一样 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来 我们都从来没有为了自己教会的信徒哭过 但是你是从外地来的 你是韩国人 怎么为了我们教会的一个病人哭喊着祷告呢 啊 所以我们觉得太亏欠了 啊 我们发现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从此以后呢 什么以前总是依靠别的有能力的牧者 啊谁来了 就跑到那里去想要请过来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了病人祷告 从来没有我们为了自己哭过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们这次这样的悔改 然后呢 我那天晚上就把一个人的胳膊打断了嘛 不是故意打断 因为他原来是这个十七年动不了 哦 哦 固定了 哦 我想把它绳执 我想起的什么呢 基督牧师的结证 这里两腿贴在一起 所以呢 基督牧师用力把它 这样的 哦 所以他能走路嘛 所以呢 我也使劲把它 圣直 哦 好啦 大家都漂亮 好高兴 所以呢 我们赞美神 过一会儿 这个 原来是脱骨 所以把这个 脱骨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呢 他们 哎呀 我也脸红 如果有老鼠动的话 想要转进去 然后呢 他们打电话 找人 找医生 那天是主日 好容易找了一个人 所以呢 我在旁边 罪人一样坐着 然后呢 身体绑好了 要安静 然后呢 我说 我第二天早上 我要离开了 我没有 我没有心 继续在 在这一种 还丢脸了 虽然这两天 这两天 在那里 行了很多神奇奇事 但是呢 因为 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他们的颜色 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成为罪人的感觉 所以呢 我下一次再来 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呢 那里的 传教师他电话 说 哎呀 你不是 你弟兄 原来他不是托国 而是 你打到了 他的骨头了 他说 他要告你 没事 你不用 不用过来 我们会处理的 原来那个姊妹 就是 那个 那个 李公志 什么呢 李公志 法轮功 练法轮功的 原来 没有信心 嗯 所以呢 我把这个练法轮功的 这个人 就托到了 从此以后 他们 因为我不在那 所以呢 他想要告这个教会的传道人 还有什么 谁谁谁 所以他们 每天派人服侍 这个姊妹 洗碗 洗衣服 做饭 好几个月都这样做 所以到恢复的时候 一直 然后呢 这个 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一直给他传福音嘛 对 后来呢 过了几个月以后 他 现在没事了 你过来吧 再来吧 那个姊妹 挺好 现在有信心了 他非常感谢你 而且 你把他的 这个 这个 直 直了嘛 反正 剁舍了 但是呢 反正直了嘛 所以现在完全就 盛持了 而且能痛一点 所以你过来吧 我没去 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没有能力的时候 不要怪自己没有能力 而是 哭喊着为他祷告 怎么会 哎呀 我没有能力 请林牧师来帮忙 为我祷告吧 请谁谁牧师来 帮忙吧 这样做之前呢 你是妈妈 你才是妈妈 妈妈都不会 为自己的孩子哭 怎么能 期待别的 别的 阿姨 为自己的孩子哭呢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你要把你的 上帝交给你的灵魂 当作 父交给 天父交给你的 孩子 让我们最后念一下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 聚别的 祝福音第七 若不是拆过来的父亲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这一五日我要将他复活 若不是拆过来的父亲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 哪怕是一个灵魂 如果来到你这里的话 这是谁派遣的 父派遣的 因为父亲在你来担当这个灵魂 所以呢 你拼命的担当这个灵魂吧 你获出性命的担当这个灵魂吧 不要把这个灵魂交给叔叔 阿姨 而是连你母亲都担当不了的孩子 在其他地方更担当不了 这是你的孩子 主啊 就好像是大会一样 我要为了羊 为了父亲给的羊 要负责到底 像主耶稣一样 我要负责到底 你交给我的灵魂 我要负责到底 在小的事上 忠心的话 我相信你会交给我 不管大的事 不管大的还是小的 我要忠心 我要忠诚 让我们呼喊耶稣 和你别一起为止祷告 耶稣 你给我 当人家有大的器皿 有小的器皿 是不是一定要成为大的器皿呢 这话的意思不是这样 这话为的意思就是 大的也好 小的也好 都有自己的角色 不要总是追求成为大的器皿 小的不会变大 大的就是大的 小的就是小的 重要的是什么呢 成为干净的器皿 不漏洞的器皿 担当好自己的角色的器皿 主啊 求你让我成为 好用的器皿 让我们呼喊 耶稣耶稣祷告 耶稣 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好消息 是什么呢 最近有些教会呢 这个季节就是搞夏令营嘛 夏令营 我们国内有先成长的教会 帮助弱小的教会 有的教会呢 每一年都去帮助带领夏令营 所以呢 这些小教会呢 呃 因为不敢做 觉得太难了 或者是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不敢做 而且自己不敢 当这个在夏令营中讲道 所以总是想要请其他牧师过来 所以呢 呃 有一位牧师 又几位牧师 好多牧师都邀请 请把什么某某宣教牧师 或者是 你们自己安排一位宣教牧师 派到我们这里来吧 来临圣会吧 自己教会的圣会 下一 listing 或者圣会 就是请其他教会的牧师来 在教会初步成长的阶段里面 我们主动的把宣教牧师派遣了 但是呢 已经成长到一定的水平以后 这些教会应该能够自喘自立自养 但是呢 习惯了 习惯了 没做过 所以还是行 所以呢 去年有袁牧师这样邀请的时候呢 我给他鼓励 这一次你来做吧 我讲不了啊 我的信徒们平时不那么喜欢听我的道 所以呢 你彻底为此好好祷告吧 为了下令你的事情 提前一个月两个月做好准备 然后呢 让信徒们也是为此祷告 然后呢 你自己如果不知道讲什么的话 那你把我们金东牧师讲的一些系列的内容 你提前学习好之后呢 你可以以主题性的讲 他呢 他呢就这样祷告 他呢就这样祷告 进行了 结果 想一想 会怎样 这是去年的事情 你牧师啊 太好了 没想到上帝 大大做工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空 有这样的变化 从此以后 他们每一年都 今年也是自己 自己举办 冬天也是自己举办 还有 今年也是 上一次来的一位牧师 我们这样的劝勉他 你们既然 您已经成为了宣教牧师 宣教牧师还请其他的牧师来 带领的话 更何况其他弱小的教会呢 那每一个比利亚教会都请其他教会的牧师 我们送的教会不会请其他教会的牧师来带领 而是因为最了解我们教会情况的就是我们的监督 所以他自己来带领 所以给他这样的建议 然后他们也是为自己做准备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仅仅接待外来的牧者 或者通工们来带领自己教会的下令的话 脱离不了这样的依赖心 总有一天你们要自己办 那位置呢 那什么时候呢 不是明年 而是今年 现在 那我们做不了啊 就是 所以要做什么 祷告 要商量 要信神 为了准备一个教会的活动 我们送的教会为了做什么 下令营 11千多长时间准备呢 两个月之前就开始进到准备的状态 很多的牧师们为了继续在一起 祷告 还有什么组织一些的东西 安排 所以呢 这一切的作品都是这样的 看不见的那些事故的结果 但是人们看到的仅仅是 那几天的现场 但是为了让人看到这几天的现场的表现 教会的同工们 已经是好长时间位置做准备 有的时候呢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知道安排什么 所以呢 讨论 商量 了解 学习 这一切都是 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 有的时候呢 会吵架 也会打架 这也需要 如果你们不经历这些的话 你们这些这样的幼稚的水平还在 通过这样的准备的过程 虽然经历矛盾 但是呢 还会学会 让步 尊重 还有呢 为别人祷告 为了上帝的国 抛弃自己的义 等等 学习很多很多 为什么把这么好的机会 全部交给别人 重要的不只是几天的 这个几天的 啊 忘恩了 这样的体验 这是 冰山的 一角 更重要的就是 在水下面 就是准备的所有的过程 都是 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 肥料 不可能浪费 所以呢 即使再这么考得不好 还是要自己做 孩子们 解数学问题的时候 解答数学问题的时候 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 这样的 我说的对吗 解数学 数学题 做数学题 多么的头疼啊 很想看什么 答案 很想看答案 但是老师们 一直强调的是 不要看 有些 这个 教导的不好的老师 会让孩子们看 那这样做的话 孩子们 没法真正的成长 所以呢 西方国家的数学和 亚洲的数学完全不一样 西方国家的数学呢 没有 规定的方法 人人都不一样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什么呢 解决的过程 为什么 数学 教导数学的 目的就是什么呢 通过这样的 试图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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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成为锻炼锻炼你的脑 动脑子的方法 突破的方法 耐心 等等 学习很多很多 头脑变得聪明 不怕任何的问题 所以呢 出现什么问题 就试图解决 不会 哎呀 我不行 而是我行 来看看 会解决 这就是亚洲和西方的 这个教导方法的不对 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过程再怎么好 解答的过程再怎么好 如果答案不对的话 有没有份 没有份 西方国家不一样 如果你答案错了 十分当中还可以得到九分 更重视的就是过程 所以呢 他们国家那么发达 数学好像 韩国的孩子 数学非常厉害 但是那为什么 科学方面这么差 为什么他们那么先进 为什么没有 我们没有应用的能力呢 因为都是背诵 有什么问题 就看答案 好像知道 但都是别人的 所以呢 这个教会里遇到什么问题 总是找别人的帮助 总是找母教会也不太好 很多教会总是找人的方法 但是呢 在那之前 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拼命的祷告 拼命的祷告 母教会是效法的对象 并不是你需要什么 觉得你不足的时候呢 就是啊 支援 支援你的对象 而是效法的对象 同样 其他任何教会都是一样 我再这么肚子饿 我绝对不会向我的母亲伸手 我在韩国经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 经济上的问题 大家知道吗 也许不知道 从来没说 我的母亲也不知道 从来没有说过 我都是我自己解决 自己直接跟上帝呼求 上帝啊 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这个我不管了 我也不祷告很多很多 对于钱的问题 我就是这么祷告 主啊 如果我有去赚钱的时间的话 我就是去反应 所以那其他的事情 由你来负责 就完了 不管 如果我 像他们一样做的话 有什么问题 就去找基督御师 有什么问题 哎呀 你去找圣乐教会吧 哎呀 我们为了圣乐教会 做BDL运动 他们 会帮助我 帮助你的 而且 应该帮助你 因为我们 在做BDL运动嘛 有些人还这么说 为了圣乐教会 替圣乐教会 做BDL运动 完全错了 BDL运动 并不是为了圣乐教会 所以呢 这个我们 自己 主耶稣 教给你的 事情 在主面前呢 拼命的 去求主的帮助吧 如果没有路 没有路 这个时候 不要找人 而是要找主 这个时候才能够 经历到神迹启示 发生在你身上 主啊 求你 让我在绝路 在绝路上 让我拼命的 让主耶稣 帮助吧 让我们呼喊 一划一刀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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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 祈祈祷的时候 主啊 当我手按病人的时候 让病人的遗之吧 奉您的声明 感慰的时候 让我会接受 远之 彻底离开吧 让我们能够 抵挡 让我们五刀 一刀 一刀 祷告 一刀 一刀 祝大家站起来 让我们为了 教会祷告 主啊 教会是福分的根源 求你 求你你亲自咒诅那些 诅咒教会的人 求你拯救我们脱离 他们的狭制 而且让我们趁此机会 更加的纯洁 让我们教会 更加的成长吧 让我们餐约 让我们呼唤耶稣一刀 祷告 耶稣 天父啊 感谢你 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让他能够负责到底 因为他在你面前 如此做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天父啊 我们愿意 为了上帝的名 负责到底 为了除面我 为了作为的事情 负责到底 为了拯救灵魂的事情 负责到底 求你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足 但是我们 不管你交给我们多少灵魂 我们愿意好好地担当 不管我们担当的好不好 我们还是愿意拼命地去担当 求你把更多的灵魂交给我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认为 如果你把更多的灵魂 派到我们这里来的话 让他们能够得到幸福的话 求你把更多的灵魂派来吧 主啊 与此同时也给我们能够担当的能力 能够担当的智慧和灵感吧 阿们 谢谢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字幕文静 la pour Virgin 让我们负责到底吧 让我们负责到底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